白衣男怒气冲冲把手上的塑胶带 一股脑儿往地上砸 而且一连摔了三次 砸的东西弹得比人还要高 真的气扑扑 不少排队领钱的民众站在歪头 吓得不敢进去 在白衣男旁边还站了另一名男子 双手报休 疑似是双方在ATM前抱口角 就是因为ATM小房间里 唯一的一台领钱存款机 一时提摩级不好就摔东西 事发就在台南永康区 19号下午4点多 当时有一名男子使用 零钱自动存款机 硬币数量还不少 一存就是10分钟 让排在后头的白衣男 疑似等到不耐烦突然暴走 拿出自己带的清洁剂空瓶 往地上猛摔 幸好没砸到其他人 并未有商人的行刑 随后便自行离去 经过查证 该银行的机具 以及其他的设备 并未受到损坏 其实周遭的ATM 就只有这一家 有零钱存款功能 所以不少小摊贩都会拿来存 不过一次只能投100枚硬币 超过就要重新插卡操作 要是数量一多 时间拉长 就容易排队塞车 因此机台也张贴公告 如果大量硬币 还是建议到柜台存 才不会影响其他人 TVBS新闻顾首昌宋家军 台南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小铃铛 4 5 5 10 7 10